今天一直在祷告思考 这个信息的内容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从小 我们唱的歌会在淘灶我们 在今天早上我想了两首歌 第一首歌是我们在 周五团契的时候 一首歌不是诗歌 因为我们从小 我的背景不是基督徒家庭背景 然后另外一首诗歌是满江红 我就要想起满江红 那那首满江红是怎么记下来呢 除非老师要背诵 还有一个就是唱一首诗歌 怒发冲冠平安住 然后就全部都记下来 我说诗歌对我们的淘灶是非常的重要 那周五的时候我们在团契的时候 我就我们在 我在这个陈光的一个组的时候 我们在分享 有一个姐妹在带这个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最后由这首诗歌来作为结束 这首不是诗歌 口误 但是这首歌我想是我们今天教会 聚集 并且教会在这里北堂传扬福音 然后我们去继续地来建造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教会是一个祝福人的教会 但是这个祝福是什么 我经常也在这个脑海中不断有这个旋律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今天当我们邀请人进入教会是为什么祝福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你熟悉张学友的这首诗歌 我就不读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把后面最后一段歌词改了一下 最后两节 他说我们在我的生命中间 我们有许多的朋友 许多的经历 但是很多人就可能就只是见过一次 我很感恩的在我生命中 上帝有许多的人来引导我认识他 归向他 我觉得最喜欢的 就是说原来的那首歌词 他说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这是一种没有认识上帝的世俗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教会中的时候 我们说因为有神 有神就能有期待明天 当我们把人邀请进入教会 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说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怎么是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 借着这首世俗的歌曲的改编 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就是出自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但是我想说 使徒保罗就把这个立志的 为什么教会要传福音 教会要继续来这里建造圣徒 因为使徒保罗今天他有一个宣告 就是教会的做的事情 就是让上帝的荣耀在外邦人中间得以传扬 而且就是基督进入人心 成为德荣耀的盼望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来 我今天的信息是接续《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当福音临到哥尼流一家的时候 上帝用了使徒彼得 这位在十二使徒中间做大弟子的 是耶稣的大弟子 来传扬福音给外邦人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跟第十章是重复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重复为什么重要 在圣经中上帝所重复的是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两次甚至三次 今天我们想查到这段经文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福音临到外邦人的这个奥秘 就是借着使徒彼得传扬福音给哥尼流 并且哥尼流一家相信 那也这是今天我们教会 为什么继续来传扬福音的最大的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就是今天在上帝面前 跟随神的人大很多的是外邦的教会 外邦的教会传福音的热忱 外邦教会传福音的这个范围 外邦教会传福音的方式 你想想看 你今天有多少犹太人在外面传福音 非常少 我们来经家来看一下这段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非常宝贵 因为是一个重福 但是一个重福表明教会的使命 这个重福也让我们认识福音的本质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段经文 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 弟兄我来先读一下 使徒和在犹太的弟兄们 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神的道 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守歌里的人与他争论 说你竟然到未受歌里的人那里 和他们一起吃饭 彼得就按照次序向他们讲解 说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浑游向外 见到异象 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脚 从天上降下来 一直来到我面前 我定经观看 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竹牲畜 走兽 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 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我说主啊 千万不可 因为俗物或不结的东西 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 第二次又有声音从天上回答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拉回天上去了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给我们这段重复的记载 为的是要宣明一个重要的真理 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中间 来看到耶稣主你要强调的 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欢喜雀跃 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经文的记载 下面还有这是一到十节 还有十一到十八节 在这个故事中间 大家都经常开一个玩笑 上帝真的是说 是不是在这里终于可以解禁了 以色列人不可以吃红烧肉 但现在他们可以吃这个糖醋排骨 他们可以吃这个什么 蒜蓉龙虾 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不能吃的 当然这段经文根本不是讲这个吃的问题 因为在这段经文中间 我们看到圣经提到了 使徒彼得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的使徒 那他这里他是重复第十章发生的事情 在第十章中间圣经也是这样讲 而且是你注意到在这两次中间都谈到什么 这件事情发生了一连三次 也就是说使徒彼得 他必须要知道这不是在他做梦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有人会做梦 但是实际上这里很特别的是 他不仅说他要自己清楚他不再做梦 而且他要把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这个结果 还要再重复在众教会的领袖中间来重复 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 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要强调的是什么 跟吃有没有关系 答案是跟吃关联不大 不是为了吃的问题 那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几个词 这里有一个词很重要 彼得说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开始先对上帝说我不可 当然他现在聪明了一点 他不像以前责备耶稣说 耶稣你不可 他只是说他要解释一下 他说俗物或不洁的东西 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梅菌 有没有什么印象 对我来说 我有一次做了一件蠢事 什么蠢事呢 就是我买那个甜面酱 甜面酱是用来烧这个叫什么 炸酱面的 对 那一次正好家里人少 我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想吃把炸酱面 结果那一次打开了甜面酱 我突然发现那个甜面酱很容易坏 我好像上次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在那个甜面酱一圈的 那个边上发现霉了 可是我舍不得任何 因为甜面酱还有一大罐啊 然后我就把霉去掉了 我就把那个甜面酱拿出来 做了自己生平最后悔的一次甜面酱 而且我还做了不少 所以我只吃了一部分 结果我吃了那个甜面酱 第二当天晚上就拉肚子 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这里我们要看见使徒彼得强调的 根本不是一个霉菌不霉菌的问题 他提到一个重要的词 叫俗物或不洁的东西 食物是指向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在圣经中间 犹太人在上帝面前 他们怎么认识自己 在圣经中间告诉我们 上帝在将犹太人从埃及里领出来的时候 上帝对他的以色列人百姓这样说 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你们来归我 你看这个归神 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然后这就整个的一个要节第六节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神圣的国民 祭祀的国度 神圣的国民 这里在讲什么 这里在讲的 就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 这个神圣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圣洁 所有的这些食物 不洁俗物 是指向一个灵性的 一个真实的不同的分别 有圣的 有俗的 什么是圣的 什么是圣洁的 归永生上帝的 才叫圣洁的 若有人是在基督里 在因着基督的缘故归上帝的话 他就是圣洁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可以做 他可以说万人的方言 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为了荣耀基督的缘故 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缘故 那都是俗的 包括他舍己命被焚烧 我今天又想到 我今天好像又想到一句诗 就是我们说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照汉清 那一个人对永恒的那种宣告跟印记 是好像很特别的 当然因为认识上帝 我们才知道 因为人的 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以这些诗词 谈到永恒不朽的时候 就会触动 我们被上帝所造的那一颗心 在这里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不认识那位 给你不朽的身份的上帝的话 你就是俗的 虽然你有那个心愿 那个意志 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 在立位节二十章 上帝说什么是圣洁跟不圣洁 就是谈到洁净跟不洁净 上帝说 你们要遵守我一切的律律典章 遵行他们 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方 把你们吐出来 你看上帝已经警告他们了 如果你去了应许之地 不好好遵行我的律法 你会被吐出来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不解释什么 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你们要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飞禽走兽 不可因我定为不洁净的飞禽走兽 或爬行在土地上的任何生物 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这句话就跟这个吃接触都有关系 吃当然可以使人不洁 接触什么 死物 尸体也可以使人不洁 这些都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霉菌 我吃了看不见那个霉菌 那个甜面酱还是很香的甜面酱 把霉菌去掉了 对不对 但我吃下去怎么样 我就我的肚子跟肠胃就告诉我 真的不洁 不洁到我必须要上厕所 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洁是什么 那是一个看不见更可怕的不洁净是什么 就是生命中不以上帝为他的核心 不是凭信心做一切事情 不在所有事情上是什么 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 当你思想上帝的完全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就看到说 今天的诗歌为什么要提到 我们要不断地清洁自己的心 到教会来 不是让上帝老人家安慰一下 说上帝我对不起很久没去崇拜了 这次偶尔来一次 不是 我们需要上帝的圣道洁净我们 让我们的心归向他 做他的儿女 顺服他的律法 喜爱他 并且认识他 所以洁净 圣经说什么 洁净就 他意思就 归圣的意思就是要 什么 归神 洁净叫归神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 是神圣的 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做我的子民 星期天早上 到一个真教会中间 按照上帝的心意敬拜的人 就是跟世界不一样的 当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把你们 把他们交给你 你击杀他们的时候 你要完全消灭他们 不可与他们礼约 今天上帝是爱吗 对啊 上帝是完全公义的 完全什么 恨物罪恶的 不可怜惜他们 上帝 耶稣所经碰的 耶稣所认识的父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耶稣有没有恨物罪恶 一样恨物罪恶 耶稣讲最多的就是地狱 因为他必使你们的儿女 离弃我去侍奉别神 上帝恨物的是什么 上帝恨物的 就是不以上帝为他的核心 不去敬拜真神 这是第一个诫命 不可以在神面之外 有别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 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 领你出来 除了我之外 你不可以有别神 第一个诫命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 使徒彼得 在他的身份的认知中间 他说我们以色列人 从来都是敬拜 独一的上帝 我跟这些外邦人 真的是没有什么瓜哥 但是今天上帝 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所当作是分为圣洁的 你不可以作为俗物 那彼得就在想 怎么捷径 怎么捷径 我们一生 我们的祖先 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祖先是太多的败坏 今天我们没有学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间 在世界历史中间 任何人类的祖先 非常多的败坏 非常多的淫乱 非常多的残暴 非常多的 他们就最大的问题是出在 他们没有认识真神 他们不敬拜真正上帝 这是他们走偏的地方 彼得说怎么捷径 彼得告诉我们他的见证 他说就在那时候 他看见这个异象 从异象中间转斗行动 就在那时候 有三个从盖撒利亚 派到我这里来的人 站在我住的房子面前 圣灵吩咐我 跟他们一起去 一点也不要疑惑 这六位弟兄跟我一起去 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 他告诉我们 他怎样看见天使 站在他家里说 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叫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要告诉你们 使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 我一开始讲话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 约翰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 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 耶稣基督的人一样 我是谁 我能够阻止神吗 众人听见这些话 就漠然无声 把荣耀归给神说 这样看来 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 使他们得生命 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 彼得记载说 神怎么让他知道 这些人被洁净 因为天上的声音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以再当作俗物 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使人洁净的 在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的医治跟别人的医治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 在福音诸中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 耶稣的医治 就是有一个麻风病人 这个麻风病是什么 皮肤病 这个麻风病是什么 今天科学仍然无解 今天科学仍然无解 然后这个麻风病就是千万不能接触 这个人来求耶稣 他说你若肯 你能使我洁净 我们不知道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神给他的 神的安排 但是耶稣动了慈心 右手去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吧 麻风就立刻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这个病我们今天很少有人有了 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坐在这里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 病指向一个人深层的一个不洁 你说今天你我有没有麻风病 当然没有 但是我们在最在上帝面前的 如果光是凭我们自己的行为 凭着我们的内心 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好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 我们是不洁的 但是这个麻风病人说 你怎么救我 他说你若肯 你就使我洁净 这句话我再讲一遍 这个很重要的 这句话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并不一定 知道那个讲话的人并不知道 那句话的更伟大的含义 就好像在杀害耶稣的时候 把耶稣叫给 那个罗马的人的时候 那个大吉思说 哎呀这个人死了 可以救我们一帮人 不要被罗马迫害 可是那句话虽然讲的是 是要是谈到另外一个拯救 但是实际上那句话也 侧面反映了上帝要借着 耶稣拯救所有人 这个麻风病人很特别的 你若肯我就能洁净 所以洁净是什么意思 洁净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 耶稣肯或者是上帝肯 上帝安排 上帝宣告 上帝捷径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 耶稣来捷径 为什么在旧约的 其他的故事中间 都是借着上帝的代言人 先知在旧约有一个捷径的故事 还记得吗 是谁 奶曼 奶曼怎么得捷径的 先知跟他说什么 然后他怎么样 他很不爽 他说我大马适合的水 逼你这里的什么犹太人的水 要干净多了 这还有泥有沙 结果很聪明的人就提醒他 先知如果让你上刀山下活寒 你为了治理的大发病人 你都会去 结果怎么样 他让你去洗个澡 这还有什么难的 赶快去做吧 他就做了 跟那个水有没有关系 有但也没有 那个水是什么 是他凭着信心顺服先知的话 耶稣在这里就好像告诉我们 他背后那个大麻风病 是乃曼得捷径的先知的上帝 也是耶稣的父 所以耶稣说他肯 那你说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外邦人 领受圣灵有什么关系 圣灵是耶稣的灵啊 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 并且认识耶稣 并且跟随耶稣 今天我们传耶稣 在教会传扬福音 就是传耶稣是基督 所以圣灵让我们认识 并且爱耶稣 所以外邦人怎么得洁净 外邦人得洁净 就是要圣灵的喜 你注意到 我这里没有说水喜 圣灵的喜 我今天一定要解释一下 圣灵的喜 圣灵的喜这里谈到的 这个表征是什么 真的悔改 真的信心 并且受圣灵 哥尼流 在这个故事中间 我们谈到哥尼流 他们一家得救的时候 马上就领受圣灵 那这里我们才谈到 在领受圣灵之前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领受圣灵的时候 伴随着的是一个真的悔改 在Westminster小药里问答的时候 这个得洁净 也就是指得救 我们再讲一遍 得洁净就是得救 就是有救恩 在Westminster小药里问答说 他说为了使我们能够逃脱 因罪所当受神的愤怒和咒诅 神吩咐我做什么 答案是 神吩咐我们信服耶稣基督 因为悔改 信服耶稣基督悔改 以至于得生命 并且使用基督所设立的 外在的蒙恩管道 什么是外在的蒙恩管道 就是受洗还有圣餐 是叫救赎的益处临到我们 所以你看到 使徒彼得见到圣灵降下的时候 他讲到什么 他说圣灵已经降下了 我就不施洗了 不用再施洗了 已经受圣灵的洗了 没有啊 他说我们要受洗 然后在这个小药里问答中间 也谈到悔改 跟这个信心的关系 他说悔改 以至于得生命 是什么意思 他说悔改 是以至于得生命 得永生 是神所赐的得救的恩典 他代表着 一个人真实觉悟自己有罪 今天我们在诗歌中间 谈到一件事情 大卫在他的五十一篇谈到说 我得罪人 他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得罪神 觉悟自己有罪 不仅仅是觉悟自己得罪人 还有更重要的是得罪神 又确实神在基督里怜悯我们 所以呢 一个人悔改的人 就会为罪而忧伤痛悔 而且这个忧伤痛悔 是一次吗 不是 是一生的 是一生的 就像我说的 我们 我是吃了一个很严重的 这个发霉的甜面酱 对不对 可是大家知道 这个霉菌是无处不在的 对不对 你要知道那个水果上面 就是稍微放一点 就会有点霉菌 然后很多霉菌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的悔改应当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是患了大罪的时候悔改而已 我们不是受洗之前悔改而已 我悔改之后我就不再悔改了 No 一生悔改 所以悔改得生命是指什么 我们会为罪继续忧伤痛悔 恨恶并离弃自己的罪 归向神 怎么归向神 一生跟随神 立志竭力重新顺服 得洁净 这就是得洁净的方式 也是得洁净的见证 引受圣灵 然后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 什么是外邦人 这个词大家经常听到 有时候他们说叫lost in translation 或者是经常讲 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 称外邦人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 那是不是今天的外邦人 是没有受割礼的人 不是 这个外邦人有一个更新的定义 外邦人是内心没有受割礼的人 就叫外邦人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表罗是怎么样 他说 他说从前你们啊 肉体是外邦人 是没有受割礼的 这个名字 就是外邦人这个名字 是那些凭人手 因为行割礼是靠人手 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 要记得那个时候 你们与基督无关 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 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你知道吗 一个没有上帝的诗歌 歌词啊 不是诗歌 一个没有上帝的歌词啊 就是若有缘 有缘是什么 有缘根本就是不是一个 不是只是一个probability probability就概念而已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在上帝里面的是因为上帝存在 上帝掌管 所以一切的事情 这里给我们看见 圣经说 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就没有指望 这就是外邦人 外邦人是指什么 外邦人就是不将自己的心 交给永生上帝 并且在教会中间跟随人的 跟随神的 就是外邦人 那有没有人可能像 经常来教会 但是却不把心交给上帝的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大家不好意思说 肯定有的 有的 所以我们是要得洁净的 我们得洁净的方式 就是在基督里 就是诗歌所唱的宝雪 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 以福所书 保罗说 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 得洁净的方式是不断地在基督里 保守自己在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 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 使双方合而为一 这里谈到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 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 废掉了那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促成了和平 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 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归于一体 与上帝和好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这里们远方的人 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 所以当使徒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谈到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从今有一个隔离的墙 但是这个墙借着耶稣基督被拆毁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信靠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的诗课中谈到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得洁净 我们怎么得永生 我们怎么来成为圣洁 来归神做圣洁的子民 就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靠着信靠基督的十字架 再讲一遍 如果是光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 这种说法也是比较抽象 什么叫靠基督的十字架 很简单 我们有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有没有荣耀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有没有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或者说你觉得不够的话 那第一你要思考 这个人是不是在讲钉十字架的基督 如果不是的话 不要去这样的讲台 第二 我有没有跟随走十字架的道路 教会有没有讲清楚 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教会 小心 今天回到弟兄我 整个的这段经文的回顾 这段经文的回顾就告诉我们 上帝借着圣灵使人重生的时候 他要用着水洗来使人见证 上帝将福音的门打开 将福音的门借着使徒彼得 借着使徒保罗 传给犹太人 传给撒玛利亚人 传给外邦人 水洗跟圣灵的洗 我们今天要么是看重水洗 要么是乱讲圣灵的洗 但是实际上两个都错误 我们要水洗跟圣灵的洗都很重要 因为圣灵的洗是那个实质 水洗是外在的记号 在犹太人中间 这个当时的水洗 就是使徒的时候 或者耶稣传道的时候 犹太人的历史上 一直都有水洗 水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除去污秽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但是水洗的背后 是指向那个内心的真实 大家还记得 当新约福音一出来的时候 在新约的圣经中间 有一位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 他的名字叫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去到他那里施洗 法利塞人 文士 施洗约翰说什么 施洗约翰说太好了 感谢赞美神 我期望我的服饰 我的传道生涯 为越多的人施洗越好 施洗约翰说什么 施洗约翰他有圣灵 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不是乱讲 我再讲一遍 我们今天不可以这样说 我们要非常的敏锐 我们今天没有施洗约翰的身份 但是施洗约翰很清楚 他说毒蛇的种类 谁告诉你们去逃避 那将来的愤怒 你指望借着你的外在的洗礼 可以逃避那将来的愤怒 所以施洗约翰并不是不愿意 去他那里施洗 他是因为有圣灵的 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可以有这么清楚地看见哪些人 那我们今天不可以 但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提醒我们 我们受洗是为了单单逃避将来的愤怒而已吗 只是为了有一个天堂的入场卷吗 那我们这样会不会变成施洗约翰所说的 那个毒蛇的种类 所以水洗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借着外在的宣告 印证内心的真实 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洗 什么是圣灵的洗 圣经讲得很清楚 悔改离开罪恶活出异形 什么是活出异形 很简单 活出异形就是 耶稣所呼召我们去做的许多的事情 很清楚地教导 比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你们要祷告 你们要什么行善 使徒彼得保罗说 我要这个使徒跟我相交的 说要行善行善行善 行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行善 这些都是活出异形 所以整个的这个 当这个今天的这个分水里 就是圣灵传给外邦人的时候 为什么使徒彼得愿意跨出这一步 因为使徒彼得有圣灵的提醒 在旧约的中间 圣经早就预言了圣灵的洗 旧约中间在以西节书这样说 先知以西节说 我必洒清水在你们身上 就是先他是上帝的发言人 他是这样讲上帝的预言 上帝借着他预言说 我必洒清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你看这个水是要 水里是不可少的 但是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这个污秽不是食物的污秽而已 当然食物我们不要吃不洁的食物 而是什么 生命的污秽 信仰的污秽 道德伦理的污秽 弃绝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 放在里面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遵从我的律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不对啊 没有得救的人 他的内心也是肉心啊 为什么这里说 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食心跟肉心也是个比喻嘛 食心就是对上帝的命令 律法 典章 无动于衷 或者就说 哎呀 那个只是一个好的道德教训 我没有必要尊重 肉心是什么 肉心说 这才是天上所赐下来的得救之道 我可以爱上帝的律律跟典章 虽然我做不到 但是我竭力去做 因为我凭因信而做 我不是凭自己而做 所以圣灵的喜 耶稣也是这样提到 耶稣什么 耶稣在那个节期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在以色列过这个 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 大家都知道吧 五旬节就是应该下周 五旬节跟母亲节是很接近的 五旬节跟母亲节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今天讲 外邦人的五旬节 节气的最后一天 因为 耶稣就是最隆重的一天 耶稣站着说 人若渴了 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 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这里再一次给我们看见 圣灵 耶稣说什么 你们 是受 曾经受水的洗 在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 耶稣预言说 你们将要受圣灵的洗 然后耶稣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圣灵 带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荣耀耶稣的能力 耶稣告诉我们 圣灵是那另外一位宝慧师 而且耶稣说 圣灵给人的满足 是那种什么 灵性的满足 圣灵给人的能力 是从耶稣来的能力 最后我们来看 以弗所说第二章 就是圣灵 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圣灵 我们靠着耶稣 靠着圣灵 靠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 得以进到父面前 借着他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人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里的人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靠着他整座房子 接连得紧凑 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 成为上帝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圣灵怎么在哪里 今天今天在哪里 圣灵就在奉神的名 按照真理来传讲上帝的道 传讲耶稣的名的教会中间 今天我们也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今天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这就是神的家 这就是被耶稣 所洁净蒙圣灵喜的人 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实 就是圣灵对我们多重要 我们今天来得救 我们若没有领受圣灵 我们只是经过水洗的话 我们的得救是没有把握的 我们的心可能还是实心 不是肉心 一个被圣灵拯救的人 被圣灵重生的人 他一定是爱神的家 一定是爱神的家 而且他把这个爱 不仅是局限在 已经看得见的家 而且不断地去爱什么 可能还没有得救 但是会成为成家里成员的 所以我们不断邀请人来 我们在教会中间 也不断有团聚跟聚集 是为了什么 既然人已经来了 我们就让弟兄姐妹有得救的确据 有知道自己是不是实心还是肉心 有机会听到福音 再在福音中悔改 不断地来按照上帝的旨意 来扩展建立他的国度 所以彼得最后说 他说什么 这些人受了圣灵 可我们一样 谁能阻止我们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水洗重不重要 重要 弟兄我下一次就会讲水洗 然后呢 身体只有一位 这是史图比德保罗说的 圣灵只有一位 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 所以我们说真的 教会弟兄姐妹 在永恒中间会相见 就如那个祝福那首歌的说 我们会相聚在灿烂的季节 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我们在天上相聚的时候 我们既然如此 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爱 是非常宝贵的 可能比我们认识的家人 但是最后终没有相信的家人 还宝贵 所以鼓励大家在这里说 一主一信一喜 一位上帝 就是万人之父 超乎万有之上 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 最后 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应许 所降下的时候 是要做什么 今天为什么上帝不断地要说 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 上帝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人在亚伯拉罕 上帝给他说你那个后裔要祝福万代的时候 那个祝福指的是什么 就是外邦人中间有许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 而且犹太人中间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有 犹太人中间有没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 有没有 所以你看 上帝说不偏待人 上帝说我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使徒保罗说什么 大部分人倒闭在旷野 因为他们什么 不讨神的喜悦 你看在有形的旧约教会中间有很多没有人得救 在有形的新约教会中间有没有可能还有很多人不得救 一样的 关键是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被圣灵喜 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领受真的割礼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以上帝为我的核心 以上帝为我的荣耀并且为我的喜乐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不来跟随神 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很苦哈哈的 不是 我们圣经是说我们必须以神为乐 所以在圣灵让我们去传福音 这是最好的祝福 这是最好的祝福 我们对我们的同胞 我们讲中文的 讲 我们对我们同胞最好的祝福是什么 最好的祝福是什么 让他们认识基督 五旬节是犹太人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舌头如火焰显现 而且被圣灵崇拜 有什么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方言不是奇怪的声音 而是别国的话 而且是群体说方言 而且是群体这个方言是有意义的 不是好像从天使来的声音 好像听不懂的 是什么 都是荣耀上帝的 他说的这些话 是群体的见证 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使徒行传 你知道上帝是做任何事不多余 上帝要重复非常重要 撒玛利亚也是一样 为什么要讲撒玛利亚这一关 因为犹太人除了外邦人 是他们最恨的 或者最割离的 另外一个跟他们叫不对付的 就是看起来都不顺眼的 是什么撒玛利亚的 这个撒玛利亚是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 只是什么 他们的祖先被被掳 然后跟其他的民族杂居 并且什么通婚 所以呢 他们不把撒玛利亚当成纯正的犹太人 但是上帝也爱他们 于是呢 使徒彼得和约翰 去什么 使他们领受 不是是借着他们领受圣灵 表明两件事情 撒玛利亚人要谦卑 你虽然看不惯犹太人 但是福音圣灵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然后使徒彼得跟约翰要什么 也要顺服 上帝当作洁净的 你们不可以称为俗物 上帝要洁净撒玛利亚人 然后呢 使徒彼得在他们身上按手 他们就领受了圣灵 双方都要在上帝面前 合而为一 双方都要谦卑在上帝面前 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 今天我们看到了 圣灵交换外邦人 这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经文 第四十四节 二到四十五节 四十四节 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很有意思哦 谁是主啊 圣灵是主 所以福音 传讲福音重不重要 重要 传讲福音 圣灵来 但是使人重生 乃是圣灵做的 然后第四十五节 我的经文在四十五还是四十六 在四十六节的时候 讲到一件事情 四十六节讲到一件事情 四十六大概四十八节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彼得有没有给他们所有人施洗 彼得没有 彼得是他 我想他也有 但不是所有人 他是与他同行的有六个人一起去 这些弟兄们也什么 也给那些领受福音的人收洗嘛 那么多人呢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圣灵的见证从来是在一个群体中间的 而且呢 使徒彼得 他做的事情是 他在祷告中见到异象 他顺服圣灵 然后他有一群的弟兄 与他去做见证 这里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使徒彼得 他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他知道上帝的旨意 乃是借着上帝的话 然后呢 顺服上帝的灵的带领 并且呢 有群体的 有一群的领袖们的印证 所以当圣灵的恩赐赐下的时候 不是光是使徒彼得有这个能力 而是什么 能力不是来自彼得 圣灵的恩赐是给每一个教会的 蒙昭的 有这个 有差派的人去做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宝贵的事情 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这个祝福 把这个圣灵的恩赐传给人的时候 这是上帝的美意 这样福音传给我们 这样福音借着我们 传给我们的同胞 借着我们传给所有讲中文的 也借着我们如果有机会 如果英文有时候可以的话 有人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英文跟他讲 但是主要的是我们把神的恩赐 就是神的灵 然后呢 基督的福音传给人 感谢赞美神 愿我们受到这个 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的时候 上帝的重复 借着这个路加重复这两段的记载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真实的 上帝的旨意早就在创世 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 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就设立了 我们就努力去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来领受圣灵 让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将这一个永生的祝福赐给我们 这个祝福乃是在你的福音的中间向我们传讲 借着你的圣灵来赐给我们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印记 也借着教会不断地来宣讲福音的时候 让我们众人可以知道主你的真理 乐意顺服并且有得救的确决 我为我们今天中间还那些继续在寻求的人来献上祈求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们的愿意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得以真正的重生 我们就求主的圣灵的能够使他们重生 使他们听到福音欢喜雀悦 能够就像诗歌中所提到的 得以清洁极大欢喜 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已经得清洁 曾经也欢喜的圣徒们再一次献上感恩 也求主让我们这得救的喜乐 得救的确具 不断在圣灵中 在真理中得以清洁的我们这些众圣徒 可以更加可目的话语 因信以至于信 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地将这个永生的祝福 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能力有限 但是主你的恩典无限 主你的圣灵的工作是大有能力的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管道 不论是在职场 在家庭 在社区中间 我们都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 谢谢主 祷告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大哉神父坐于万物 祢在圣灵中 祢在圣灵自胆为人死 为在圣灵感化更新 心灾尽灾 以后永灾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 天父的护理引导 圣灵保会师的充满与交通 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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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